各位您的姊妹 平安 平安 今天是個很特殊的日子 英文叫做康山克 從一大早看到文文姊姊在Facebook上貼出來 耶路撒冷老百姓拿到中文書 其實這個話也很漂亮 到陳文 迎接那位其的旅軍進入耶路撒冷 就耶穌進入 我特別把這個照片給大家看 這是我在柯西瑪麗雲外面對耶路撒冷的城牆照 照來時發現這個城牆很奇怪 沒有打開了 我就問 我在耶路撒冷的那個以色列人的道理 我說這是哪個門啊 他就跟我說這個門 猶太人叫做Gate of Mercy 我們在聖地上也看到叫美門 或者是東的 或者是金的 很多的名字 他說 猶太人的傳說 說以後 黎賽亞會從這個城進入耶路撒冷 然後他就說 耶穌也進去 也是從這個城門進去 不過我們不相信 那是 黎賽亞 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這個傳說從哪裡來呢 其實是撒迦里亞書第九章 第九節 就是下面的經讀 喜安的名 應當大大喜樂 耶路撒冷的名 應當歡呼 看哪你的王來到這裡 所以你的王 就是黎賽亞 他是公益的 並且施行拯救 這兩句話非常特殊 對以色列人 對猶太人 可能沒有體會到的一件事情 那個王來了 是為了公益 為了righteousness 然後 而且是施行拯救 我們今天做基督徒 我們要理會出基督來的 所以要施行拯救 所有相信他的罪 然後千千合合的騎著驢 就是騎著驢的拘捷 進入城門 其實我的 那個猶太人的道路 也沒講對 因為耶穌基督 騎驢進耶路撒冷 那個城牆 在祖後七十年 當耶路撒冷被羅馬軍隊攻進去的時候 被提羅將軍攻去了 所有的城牆都拆掉了 耶路撒冷 耶穌基督進去 應該是這樣的城 但是這個城門是被拆掉 然後 後來在1540年 1540年的時候 奧特曼帝國 有一個很有名的蘇蘭曼 叫做蘇萊曼 他 如果去跟西方人談 他們都會講 蘇特曼帝國的美 但是 這個人 在耶路撒冷 1540年到1541年中間 重新蓋了城牆 他聽說了 他聽說了 在天 撒加利亞徒弟就當聽說 也講說 以色列的王要從這個門進去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這個城牆的門做好 然後就封起來 這個封的厚度 十六尺之後 就是想 以色列 尼斯亞 大家看那個牆 封了 進不去 那是不相信人的想法 不代理如此 你看那個牆 那個牆外面一些白的東西 那些都是穆斯林的墳墓 所以他不代理把牆封了 還讓一大堂穆斯林都葬在那裡 所以猶太人的王來了 怎麼進去呢 是進不去的 其實 其實 猶太人現在大概基本上有八個 這是唯一封鑰 其他能夠開的 人可以自由進出的 我不太了解 蘇蘭曼他的心想 他合一蓋這個門 再把他封起來 他該就不要蓋了 不就簡單了 那個尼斯亞來了 連門都找不到 這更簡單 我不知道他怎麼想 其實 他沒有 他只聽說 猶太人講說 尼斯亞要從這個門進去 他四人必須大 其中我們可以看一下 以西節書 第四十四章 第一節到第二節 我現在講的東西 你跟我等下一個陣子 沒有關係 我今天是 康夫桑得好 特別講耶穌基督宗這個門進去的 以西節書 四十四章一到四十四章 有個很特別的印象 以前說 在他 他被俘虜二十五年 就是猶太人 猶太人 猶太國被尼古獎金山王 亡了十四年 我們知道 主前五百八十六年 尼古獎金山王 大監獄山王 把猶太國滅掉 過了十四年 也就是主前五百七十二年 他特別記下那個日子 耶穫華他怎麼帶他去看 所以這個 他從他幾章裡面所記載 看聖殿 看耶路撒冷城 都不是 那個時候存在的 這我要再講牆 耶路撒冷的城牆 在五百八十六年 你不講耶穌基督 打進去的時候 也拆掉了 所以 所以 以西節那個時候 耶路撒冷沒有城牆 後來 是尼西米 跟 以斯拉 他們回去重建的城牆 這個城牆 在主後 七十年 被羅馬人拆了 那麼這個 最後 最近這個城牆 是第三次的城牆 這個第三次呢 是一五四年年 是回教土蓋的 那 以西節為耶穫華他靈 帶去看聖殿 去看耶路撒冷城牆 這是當時已經不存在了 這是未來的事情 神的靈把他帶去看到 耶路撒冷新的城牆 他說 他又帶我回到聖地朝東的外門 注意到他講朝東的外門 他們又給一個名字 這個城牆是朝東面 只有這一個門 耶路撒冷其他的門 都是朝南朝西朝北 朝東就這麼一個門 東門關閉了 耶穫華對我說 耶穫拉你帶他去說 耶穫華就直接跟以西節說 這個門必須關閉 不可以敞開 誰也不可以有其中進入 因為耶穫華對社會的神 已經有其中進入 所以必須關閉 開始以前 我跟宣長稍微有交通 他說 以後 彌撒也要從這種門進去 其實你如果看 其實很多人講這句話 就是因為以西節的進去外面 但是以西節 這些經節所講的 是一個完成式 耶穫華以色列的神 已經由其中進入 這個是他後來看到的成長 看到以後的成長 但是他說 耶穫華神已經進入 耶穫華神是哪個 已經進入這個門 到那個時候 你回頭再看的時候 其實耶穫華在跟以西節所講的 就是說 耶穫已經進入這個門 耶穫就是以色列的神 蘇丸辦不了解 我們現在也常常說 耶穫再來是要進這個門 其實耶穫再來是榮耀了從天降來 降在西安山上 不是要從這個門 這個門 回教的蘇丹 把它封起來 石油的石頭 我不知道是什麼材料 我想是石頭啊 磚啊 什麼之類的東西 回教堂 可能不會有磚 就是石頭 塞得滿滿的 然後前面擺了一大堆焚墓 死人在那邊 裡面這樣就可以打到耶穫 其實 其實 真是 白費用 自己 人以自己的衷鳴 強調阻擋神的計劃 好 我們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一個題目 《羅馬書》第二章12節到16節 提出來的 《甘蔡和平》 《國人》的經文 如果人沒有聽過福音 他以後怎麼辦 這幾年啊 每到復活節 好萊塢就會有一個電影 來放 今年 要放的 好像就這幾天要開始放的 叫做 《始祖寶寶》 《Paul in Apostle of Christ》 在很多電影裡面都放好 我其實蠻鼓勵大家 能夠去看這個電影 據說蠻跟聖經所講的相近的 我把它拿出來有一個目的 因為它的宣傳片最後講的一句話 我覺得這句話非常非常好 它是在講寶寶 它說 罪在哪裡顯得 恩典就更顯得多 其實跟我們聽一下 這個題目 有一點觀念 特別 特別 它那個宣傳片是用英文講的 《for sin abondance, grace abondance much more》 就是聽見儒兒所講的 就是的英文講的 好 我們來好好思考一下 聖經告訴我們 幾個很簡單 但是很重要 也是我們信仰的最基本 本人第一 世人都犯的罪 沒有一個律 全世界沒有一個律 你不管是優太人 因為有神的律法 還是沒有神的律法 像我們中國人 我們中國人有恐夢的思想交流 但是不是律法 不管怎麼樣 沒有一個義 這是第一點 聖經的交流 第二 想說 人 人因為犯了罪 因為不是義人 所以人都沒有辦法套進去 但是人要得救 就必須要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 第三點 人要接受耶穌基督做救主 你就必須要先聽過福音 你沒聽過福音 你怎麼接受耶穌基督做救主 你都不知道耶穌基督怎麼樣能夠救你 為什麼要救你 你要做什麼事情才能夠接受到耶穌基督 所以 就有一個問題出現 那麼沒有機會遇到福音的人 他們就不可能信耶穌基督 對不對 那麼他們以後怎麼辦 保羅在《羅馬書》第二章 其實就談到這個事情 這個你們應該沒練過 不用再練 基本上 很多人因此而會想到一個問題 那麼 很多人沒有聽過福音 很多是壞人沒聽過福音 他們下地獄應該對不對 但是因為很多好人 好人沒聽過福音他們也下地獄嗎 孔子 我們中國人都知道孔子對不對 至聖先師 在中國人的心裏面 孔子是聖賢中的聖賢 但是 他沒有聽過福音 從中國大陸來的同志們 也都知道雷鋒 我最近 我上個月 在北京還看到要學雷鋒的指標語話 雷鋒也沒聽過福音 我想他沒聽過福音 他只知道全新水銀為人民服務 我以前看過一篇文章 這個大陸的三次大國教會以前的主席 丁光遜寫過一篇文章 叫做淡化陰性誠意 這真片文章 其實把丁光遜真正的信義講出來 他沒有說否定陰性誠意 他說淡化陰性誠意 這邊文章還有一句 我最近因為要抵折票 我特別去找現在的文章 在文章我找不到他在那邊文章 但是有很多人評論他這邊文章的東西 還在稿上 什麼叫淡化陰性誠意 他說基督教有一派的人講陰性誠意 這一派的人包括保羅 包括奧古斯汀 包括馬尼路德 好像這三個人都比丁光遜寫過了 在教會日子上來看 但是也有一些人不是說 一定要相信淡化陰性誠意 所以這只是一部分 這只是完蛋 不要排到有絕對的真理 只是一部分基督主相信 這是丁光遜寫的 他說為什麼 他說如果淡化陰性誠意的話 那麼無考戰士雷風怎麼辦 雷風這麼全心全意地為人民復活 為毛骨奇效忠 他能不能要下地獄嗎 他說如果雷風要下地獄 這沒辦法相信 所以他認為 陰性誠意這件事情 不能夠用在雷風的身上 所以我們知道雷風有沒有得救 在丁光遜的心裡面 是覺得有的 最近有兩個很聰明 很有名的 很有成就的人 都死掉了 一個是霍金 Steven Hawking 他死了以後 北京有一位 我想他是弟兄 寫了一個 微信來問我 他說霍金會下地獄嗎 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麼 那我只好標準給他回答我 說能不能上天堂 在乎你信心耶穌 不在乎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還是你有成就的人 還是你是聰明的人 不是這些規則 那麼後來他沒有回我 不知道 我講了他有一個詳情 那麼在台灣有沒有李敖 或是李敖也是個聰明人 不過沒有人來寫新婚說 李敖又會下地獄 我想因為他的嘴開客戶 他最後沒有人做這個事情 好人是不是該結局 反過來講 壞人是不是一定要下地獄 二十年前在台灣 有一個很有名的人 叫陳靖興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說你從中國大陸來的二十年之內才來 不知道陳靖興是誰 這個人在一九九七年的時候 犯下了綁架殺人 我有聽 瑕疵人質 以及許多性侵的案件 其中以台灣一個很有名的 娛樂界的人是叫白冰冰 他的女兒來小燕 我有罪名 他逃亡的一陣子 在逃亡期間他還不忘記 有性侵了十九女的 那個什麼 有me too這個運動 他肯定是會被告白 最後他被抓到了 他抓到了台灣的法院審理 判了他五個死刑 兩個武器東西 在台灣 我還沒聽過別人判 不只一個死刑 其實一個死刑就夠了 死了就死了 他判了五個死刑 他判了五個死刑 然後兩個武器不行 武器不行 武器不行是沒辦法實行的 因為他會被槍斃 這是九七年發生的事情 他被抓進去 到了九八年的時候 基督教 台灣的監獄是允許宗教的 包括和尚 道士 基督教的路師 天主教的神父 都比較監獄 他們叫做訓仁師 基督教的訓仁師 他穿了訓仁 哎呀 這個人 神地心這個殺人不眨眼 到處性侵的人 他居然接受了耶穌 這張照片 另外那個基督教的犯人 他也被馬薩克的 你知道嗎 只有他穿了白衣服才接受的經驗 你知道 這個訓仁師 當初跟他太太講 偶到監獄去跟陳清清傳不明 連他太太都在 陳清清這個人 你看他傳不明幹什麼 他受了喜 九八年他受了喜 九九年他的執行時期 他死了以後 你想他去給他 有人說 天台你還不夠齊嗎 怎麼還要加一下陳清清這個大壞蛋進去 這是我想 我今天問大家一個問題 陳清清如果今天來到我們裡面 你會叫他弟兄嗎 我想 我們即使叫了 也是很勉強地叫他弟兄 這個大壞蛋 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 你會信基督 不會幹嘛 我們為什麼會覺得說 陳清清這個人 不該進天堂 因為我們心裡面 多數還是覺得 上天堂的人 總得多數算是好人吧 我不知道你覺得你是個好人 我覺得 我做很多 我思想很多的壞事 我憑什麼不構自我今天呢 今天呢 羅馬福第二章第三節說 你這個人啊 你論亂行這世的人 你自己所行的就和別人一樣 你以為 能逃脫神的審判 保羅 保羅 在羅馬福第二章第三節所講的 就是說 我們自己常常看 原來他做的不對 他做的不好 他做什麼 其實常常我們做的 跟我們指責的人 雖然不能說完全一樣 那至少我不是故效果 這種事情是常常做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 好像心裡面 都有一把尺 去衡量 覺得 有些事情 該做 有些事情不該做 那麽人家做了 我心裡面 該做的人 我看他的眼光 也一樣 社會學家說 其實不是光是個人 我們整個群體 也有一種標準 所以整個社會 看一件事情是對的 一件事情是不對的 這是可以的 昨天 在全美國 各地 都有一個大遊行示威 為了我們的生命 為什麽 這是因為槍擊案太多 好像美國的社會現在往這邊走 對槍要有控制的方向 其實 我認識一些朋友 一些弟兄 他們還認為 人民擁有槍是個權利 我自己個人 是覺得說 你有槍算是個權利 我的小兒子 這是一個privilege 不是一個right 是一個特權 為什麽 因為你不是所有人 都可以擁有槍帶 你現在不可以擁 所以擁有槍是一個特權 不是一個權利 那麽 跟這些被槍殺死的人 他的生命的權利 比起來哪個重要 但是怎麽樣來講 好像社會對一些事情 是有一種標準 有一個共同的 雖然可能是相對性的標準 但是 不可以殺人 不可以搶 不可以搶劫什麽之類的 都是社會的一個標準 保羅在這裡面講的 二章三節 所提到的是說 我們雖然心裡面 有標準來衡量別人 但是 輪到自己的時候 好像 卻又有另外一套標準 我們說 別人不可以做的事情 自己卻常常 犯一樣的錯 講得哪天一年 其實我們都是講貿為善的 別人說謊 我只是上一個落棋式 別人拿我的東西偷 我拿人家的東西賤 別人的意思是偏見 是歧視 是固執的 我們是堅定性的折善固執 別人插隊 我到 我現在覺得 現在中國大陸比較好 我最早去中國大陸的時候 插隊的風氣好像 非常普遍 別人插隊 怒目一次 我們自己插隊 因為我有幾次要砍的 沒有辦法 一定要插隊 所以我們常常 量別人的方法 跟量我自己的方法 實在是不一樣的 所以 好像我們認為 不管是人的標準 還是神的標準 都是為別人神 我們自己好像都是例外 其實 不是例外 是我們在理跟道理 禮貌跟道理的外面 我們自己都可以做這個事情 回到我們今天的經驗 神 如何看待 沒有律法的外方來的 那些沒有聽過福音的人 神會怎樣的對待他們 保羅的答案是說 神會按照他們自己的標準 來審判他們 羅馬斯第二章十字節說 他們雖然沒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為什麽 因為人都有個誓為之心 我們做錯事的時候 都知道自己做錯事 其實我們嘴巴 說 稍微言過氣 什麽之類 其實我們都知道 是天一 是在人的聲音 神在 保羅在羅浩第二章 所提到的 神不會 用人所不知道的標準 來審判這個 神給了 猶太人的律法 他們就需要照律法來審 以後 他們也要按照神的律法 來受審判 我們知道 猶太人 有好幾百條的律法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原來只有神界 越來越多 你知道猶太人 也是七十多人嗎 知道這個是嗎 因為生命經理講的 你吃母親的肉 用那個奶 在白在一起 是不可以的 你去我當頭看看有沒有 猶太人吃七十多人 還有猶太人 是中國人的食物嗎 我也給猶太朋友 我就問他說 你到中國 你到中國 餐廳你點什麼東西 他說我點 Ecro 春捲啊 你到春捲裡面有什麼嗎 我的意思說 你知道它裡面是豬肉做的嗎 有牛肉春捲 可能現在有吧 牛肉捲米 他說 I don't ask 我不問裡面有一個豬肉 我吃了就吃了 猶太人守了九十九條律法 有一條飯 他其實就犯了所有的律法 他就是沒有遵守律法 所以這個是很嚴的 我們作為 我們作為 非猶太 猶太政府 為外邦人 我們沒有 至少我們信服對書 基督以前 不知道什麼叫摩西 武經 不知道什麼叫實踐 但是 在武器裡面 都有一個自己的律法 就是為什麼 我們會聽到說 陳金青居然 可以上天堂 我們覺得這個很重 不能接受 因為我們的是非之心 覺得說 壞人不應該上天堂 這個大壞人 判了五個死刑的 被槍斃了 居然 可以上天堂 因為我們有這麼一個 是非之心 這個是非之心 不要用到 別人生產 用到我們自己上面 神 聖經告訴我們 神會按照 我們心理的律法 來判斷 我們的心事 神會用我們 這個不知道的 來判斷 這個良心 或者說 是非之心 讓 保羅上面講說 讓 人們的思念 互相較量 或以為是 或以為非 所以我們就 因此知道 什麼叫做不對 什麼叫做錯 我剛才說 我們做錯事 會知道做不對的事情 因為這個良心很討厭 那良心真的很討厭 因為聽到 每次你想做壞事 還是說 已經做了壞事 良心就害你的唠叨 我對心裡聽你講說 男人老就固執 女人老就唠叨 我看我自己來給固執他 另外一半我 他們也 我們如果沒有按照 我們心理者 覺得對著他們去做事的時候 心裡就會不安 不但如此 在二章四 我們剛才說 最後一句說 在最後審判 人隱密事的日子 良心會在你前 神叫審判隱密事 我們剛才唱的事 最後也講談到 沒有隱密的事情 我們在神面前 要在隱藏的事情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隱密 沒有隱密的人請舉手 你們每個人都有隱密 你要知道 周伯仁講的 天之地之 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知道 每個人都有隱藏的事情 到最後審判的時候 我們都要面對 我們一生所做的事情 一生所做的事情 一生所做的事情 你以為沒有人知道的事情 到時候 都攤在所有人的面前 雅當下巴當初在伊甸裡 吃了屏幕 吃了屏幕 分別散熱樹上躲著以後 耶和尚來到園子裡 然後到哪去了 躲起來 對不對 耶和尚還要說 亞當你在哪裡啊 不是耶和尚不知道 亞當在哪裡 是在提醒亞當 你別躲 你躲不過神的 我們其實也常常這樣 我們不要笑得亞當跟夏娃 在伊甸裡面躲到 躲到 躲到原牆 躲過年和華來年和華 我們自己 有沒有犯過同樣的事情 以為我們做了壞事 我們想要做了壞事 我們覺得 就是什麼能夠報復 都沒有人知道 但是 我們不如管 天之地之 我之以外 其實 我們沒有一件事情 逃脫過神的淹沒 逃脫過神的淹沒 神知道我的名 知道你的名 你現在在想什麼 他都知道 你說這個講 你今天不要講太長 所以他會知道 還有些人 這是中國人 特別會講到的時候 那可以休息 變成聖 是吧 我們雖然做過一些壞事 但是我可以去修道 我誠心去修行 也是可以最後出淤泥而不染 可以達到另外一個境界 可以擺脫輪回的業障 另外我們如果信佛教的人 這是他們很相信的事情 但是這是一個一廂情願的事情 是人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不是聖經所告訴的事情 人去修練 要能夠擺脫輪回的業障 你知道 在佛教在禪 禪宗方面 要做到一個空 所以唐三戰把他大圖一招不空 悟空是什麼意思 想通的一切都是空的 但是你知道 有一個基本上一個矛盾的人 你怎麼想通呢 你要想通 最終的目的是 你自己能夠擺脫輪回的業障 還是會停在想 所以你認為 你沒有辦法擺脫 想要擺脫 輪回這個業障的話 你還是要繼續努力八戒 八戒是戒什麼戒什麼戒什麼戒八個戒 你全部都戒了 是真的還能夠空 就空了嗎 還是空不了 這個空 真正的空是不容易做到的 應該是人根本做不到的 我們開始的時候 有提到孔子至聖先師 他自己說 三十而立 七十而重新所欲 我把它翻譯成白號 我說我到了七十歲以後 做什麼都不會犯 都不會犯錯 我不知道他這句話 講的是對不對 他一國的七十二歲半 所以他最後兩年半 他問他做什麼都沒問題 就算他講的是對 他前面六十九歲 有沒有犯錯 我們常常認為 好人上線條 壞人下的意義 但是 聖經告訴我們 神的標準不在於 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在乎你是藝人 還是罪人 好人是一個相對性 所以 就好像我們考試 什麼叫幾個 六十跟幾個 五十九十幾個 我 當年 從台灣去了 新加坡 我大概展過這個故事 我在台灣練三幾個 我出三個英文 我記得要九十幾個 到新加坡去 我的同學都是從 一年級就開始 到英文 所以他們九年英文 我再也去 所以我的英文跟我的班長 很跟不上 我的英文老師很仁慈 學習結束後給我五十九個 五十九個 就說我不及格 不過不及格裡面 我還算最好的 不及格算最好 最後還是不及格 所以 這是一個相對的 我們現在說六十跟幾個 在美國 七十跟幾個 C級的 那麼 到了研究所 是B級的 八十跟幾個 到底什麼叫幾個 什麼叫做好人 什麼叫做壞人 醫生做過五件壞事 是不是好人 醫生做過十件壞事 是不是好人 醫生做過二十件壞事 做過一百件 我覺得做過一百件也不錯 如果女婆 活五十歲 一年才做兩件壞事 三百六十五天才兩天做壞事 那兩天終於期間還有做好事 所以什麼叫好人可以上天堂 什麼叫壞人 什麼叫下地獄 是一個非常相對性的事 但是聖經告訴我們上天堂的人 所有的罪人是不能上天堂的 因此 你在神的面前 你不再沒看罪人 甚至聖經告訴我們 上天堂的標誤 不是在地獄 是好的 再好的 你不接受 也不能上天堂 再聰明的人 像霍晉 是因為他聰明 他是非常二十 現在說二十一世紀的 理論物理學家 你知道嗎 他從來沒得到落字 特別講他是理論物理學家 他有很多物理天文 不方便 最後出一條文章 時間沒有開始 這個東西後來其他物理起來 就去攻擊他 因為這個大爆炸的 又有矛盾的理論 他的理論都沒有辦法做實驗 你沒有辦法做實驗 你就沒有辦法跟諾貝爾講 所以他聰明不得了 聰明到一個程度 他最後一個派還說過 其實科學這麼發達 神要不要存在 沒有需要 沒有必要的 他說我自己那種神不存在 他認為怎麼存在 他現在已經死了 我相信他們知道 他講的狂貝 但是霍金這樣的人 這麼聰明的人 他講了很多理論物理學方面 他能跟上天 只跟他物理學內 已經沒有關係 人 因為是犯了罪 所以 不管是孔子 是霍金 李瑶 隨便誰 我們都是犯個罪人 神 是聖子 神的本性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跟罪不能相容 所以你是罪人 不管你多聰明的人 不管你是多好的人 你還是罪人 你跟神是不能相容的 唯一 讓你在神面前 不再繼續被看過罪的人 就是你結束了 基督為救人 這個人跟神 中間因為罪的關係 這個鴻溝 是沒有人能夠跨過去的 所以我稍微總結一下 人在看神的標準 聖經怎麼告訴我們 第一 人說 好人可以上天堂 壞人下地獄 聖經告訴我們 神要拯救的是地獄 聖經就告訴我們 神要拯救好人 我們說 人靠行善可以積功能 聖經告訴我們 人得救不是靠行為 不是靠你積功能 你積在的功能 都沒有辦法 把你的罪給外報 而且要憑人信心 第三點 人說 修行可以將功服罪 所以我雖然做了很多壞事 我修行修行 修到我悟空了 我的罪不算 這種瑜伽體驗 聖經告訴我們 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人一生所行的 從你出生到你死 一生所行的 都要接受最後的審判 不是你後來做好了 你以前做壞的 你不算 沒有不算的事情 所以人的淡保 基本上 是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能夠分別是非之心 結果變成一個 自以為是的心 我剛才講到 人一生所行的 我給大家看這個經文 在起書入第二十章 白色的大寶座審判 在第十一節 這是屬於漢審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 與座在上面 從他面前 天地都同 再無可見出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 無論大小 都站在寶座前 我們都站在寶座前 一個一個都站著 暗券展開了 這個暗券是附屬的 Squirrels were opened 都打開來了 每個人前面有一個暗券 另外還有一個暗券 一個券展開 就是生命冊 這句話插上邊 是很有趣的 下面說 死的人 就是我們所有的人 都站在那個審判台前 所有的死的人 都憑著這些暗券上所記載 和造他們所行的受審判 我們最後到審判 還面前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面前 都每個人 一卷打開來 我不知道是指的 還是I can 還是打開來的 不過打開來的 你一聲所作的 全部都在哪 我不記得 有些我們年紀大了 很多時候都不記得了 我現在有些朋友 壞事不記得 這麼好事 希望人家知道 還要記得 到那個時候 我們的時間 心情提醒 你看這個事情你記得嗎 你三句子 三句子 七歲八歲的作品 你欺負那個小女生 拉拉個面子 都在上面 神最後的審判 是按照人一生所行的來審判 人所行的惡 不會因為修行而消掉 以後 以後 我們能站在神的面前 站在主耶穌基督聖誕的來審判 一生所做的事情 都貪掉了 你如果書行 你做了 好事 說明你也寄了 壞東西 但是你的好 跟你的壞事 不能抵消 每個人在神面前 按照記載 每個人在神面前 行的 以及良心的提醒 都會知道 自己 是有罪 如果被冤枉 是不冤枉 沒有人家的可能 作為冤枉 請包心臉 來幫你先冤枉 沒有的事 但是 這個 我剛才從 起初二十章十一節 十二節 念了十三十四節 我沒念 但是基本上同樣的事情 可是到了十五節 有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起初二十章十五節說 若有人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 他就被冤枉 這就是地獄 所以 我們每個人面前都談一個 我們一生所情的事情 我們都要接受審判 我們都要面對我們所做過的事情 我們都要認對我們 但是 審判的過程是怎樣 宣判的情形是不一樣的 被審判的時候 我們一生所情的 談到我們面前 宣判的時候 卻拿出生命冊 生命冊上記者是什麼 生命冊上不是記者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 生命冊上記者是 接受耶穌基督 救你的人的名字 你的名字如果在生命冊上 就說你接受了耶穌基督的救護 你的名字如果沒有在生命冊上 就是沒有接受耶穌基督的救護 其書20章書節說的是什麼 人的名字若沒有記在生命冊上 他就會丟進口裡 口紅裡 所以你若是沒有信耶穌基督 你的名字沒有在生命冊上 你也不是冤枉 因為你看不到你一生所情 你知道了 你就信耶穌基督 生命冊上記了名字 就是你信耶穌基督的人 我們也是同樣的 剛剛才看過 一生所情的事 我們也是跟那些條基督 都一樣 但是感謝主 因為他的宣判 用生命冊 這是一個恩典 到了最後 還是神的恩典 因為你接受耶穌基督 你一直在生命冊上 你不會被人接受 所以最後神判的時候 每個人 不論是基督徒 還是非基督徒 不論是有律法的猶太人 還是沒有律法的眾多人 不論是聽過福音的 還是沒有聽過福音的 都承認自己這個恩典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 一定要聽 魔王第二章說 你沒有這個神的律法 你憑著你良心做事 神不會用律法來要求你 而用你的良心 但是人沒有一個人 真的能夠探討自己的良心 去達到我的標準 所以你聽過福音 沒有聽過福音 因為我們面對自己的良心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探討不要 都得請問自己得罪的想法 沒有什麼得罪的想法 在你 我們都知道神愛你 因為保羅在羅馬書第五章八節 那是我們開始研讀過的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他為我們死 其實有雙重的意義 一方面 他定在十字架的時候 是 這樣 父神對罪人 不恨 不恨 厭惡 因此而是道路上 另外一方面 也開啟了一條道路 讓所有的人願意接受他的意 我們的罪人 轉到他在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耶穌基督 而他在十字架上耶穌基督的意 就轉到我們身上 因此 可以 因為信耶穌基督而得到他 神就不在他人為罪 所以保羅說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會有彼此 神愛我們 我們沒有什麼需要的平常 我們可以到祂面前 做神啊 我們去用聖明 因為我們是聖明 到那一天 我們站著台前的時候 我們一身所情的 都要顯露出來說 你知道 我們一直想到這個 就覺得很好的意思 因為我現在站在台上 都會站在台上 到那一天 你就要看我們一身所情 你們都看到 每個人都看到 就知道 哎呀這個賀忠明這個 怎麼構思的在台上 我們一直想到就 就 成王成龍 一身所情 誰一個人面前 到那時候才去求救 我們就來得及 太難了 所以 用現在的法律 你在法官判決之前 就趕快庭外和解 庭外和解 去接手 這個義務 回到最早的問題 沒有聽過福音的人 會不會有錢 這個 不是我們能力的控制 比樣的 control 我們不要去 不能夠 控制 我們要認清楚 這個事情 每一個人 自己最後 都要為自己 一身所做的 去負責 所以 我們 不要去想那些不能控制 想到我們自己 能夠 有能力可以控制的事情 不要去指 其他人可以管 我們不要去問 孔子上天堂 下地獄 不要去問雷公上天堂 下地獄 或者李敖上天堂 下地獄 想想 自己可以救我們清楚 你自己 到那一天 站在那邊的時候 你的名字是不是在 生命身上 這個時候 我可以自己去控制 如果你已經是基督 你要去想想 你周邊 有所愛的 也許你不能控制他們 信不信 但是你可以把這個福音 傳給他們 讓他們 讓他們 也有能力去決定 他的名字 要為自己 要求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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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參加 聽福音 讓他們有機會 把他們的名字 寫到上面 來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